对不起 这种手机不会再有了 华类最近不是发布了电子墨水屏的屏板吗 貌似还挺多人讨论的 机哥看了看 都在聊这块屏 大家竟然对这种非主流的显示技术还挺有兴趣 机哥也好奇 现在的屏幕不是已经做得很好了吗 要亮度有亮度 要色彩有色彩 要高刷有高刷 在这些硬参数之外 还有一些隐藏的属性 比如强光下的显示效果 主流的屏幕 不管是LCE还是OLED 常见的办法就是拉高亮度 有些厂商还打出了阳光屏的概念 宣传的也是这个 但是 这回机哥一开局就要先说但是了 机哥发现 十多年前 好像有些手机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按理来说 以前的屏幕肯定没有现在的好 这不应该啊 啥意思 简单来说就是屏幕又能透光又能反光 听不懂也没关系 机哥给大家掰碎了讲 首先 LCD中负责显示的液晶层是半透明的 要能正常显示画面的话 还需要光 咱们常见的LCD靠的是背光 没有背光的话 就类似诺基亚经典的锡屏显示这样 但其实外界的光也可以照亮液晶层 所谓半透半反式 就是在屏幕背光前面 加上一层半透我 连里其实很像某些带屏幕的智能镜子 里面的屏幕不亮的时候能反光 就是个正常的镜子 如果里面的屏幕亮了 也能透过玻璃显示出来 只不过半透半反屏幕的反射层 藏在液晶层下面 不能当镜子照 但如果到户外 它倒是能反射阳光 让屏幕看起来更亮 这可能就是以不公读吧 可能有的机友这时候要问了 这技术那么好 为什么没咋听说过 机哥觉得吧 可能是当时的手机厂商太低调了 换作是现在 那不得花几页PPT好好讲讲啊 举个例子 诺基亚N96就用上了这技术 在大晴天的阳光下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 M 好像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这颜色都糊了 祖传塑料外屏背锅 但是看看没有用半透半反屏幕的诺基亚5800 按这 这已经不是好不好看的问题 这是能不能看清的差距了 除了诺基亚 非美也有一些早期机型 用上了半透半反屏幕 很多黑美粉都表示怀念 后来的手机很少有那么惊艳的户外显示效果了 However 小米的初代手机 其实是宣传过这项技术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的说法是 采用了4寸的夏普半透半反LCV屏幕 不过吗 实际的效果也没给人留下太深的影响 之后 一代经典小米2就换上更通透的IPS屏幕了 显示效果不好 就是半透半反技术 后来逐渐被淘汰的原因 试列场景下 不如IPS通透 更别提后来的OLED 色彩表现暗淡 对比度不高 可是角度不够好 这么说大家可能没啥概念 即可分享一下当时真阳光屏的参数吧 屏幕口碑很高的黑莓7290 2.6寸的屏幕 分辨率是240x160 色彩只有65536色 也就16位色 在试列弱光环境的显示效果是这样的 半透半反屏幕在户外最大的优势 大概只有能看清文字了 大家都知道 进入智能机时代之后 手机上的内容也从文字转向了图片和视频 大家都在屏幕的色彩 分辨率上发力 半透半反基本上也就淡出了手机圈了 嗨 别说是半透半反 曾经在屏幕领域横着走的LCD 现在也都被二代抢走了风头 确实 ALED在很多参数都聊优于LCD 但还是有两点大家仍然在诟病 对于ALED这种自发光的屏幕来说 半透半反从原理上就是不可行的 只能提高亮度 会带来功耗和发热的问题 这也是户外手机更容易烫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就是高亮度带来的寿命筛减 要解决就得付出超能力 放在一些专为户外场景设计的产品上 ALED本啥优势了 举个例子 运动手表 注意 不是智能手表 是那些马阿松 登山 骑行爱好者戴的手表 这个品类下 就有非常多会用半透半反液晶屏 甚至是全反射液晶屏 虽然机哥的眼睛并没有那么敏感 但也听过不少吐槽 有的说屏幕蓝光伤眼 也有的说PWM调光瞎眼 可能影响的只有小部分人 但对他们来说 主流的LI和LCD都很难解决 只有两种屏幕能入他们的法眼 一个是反射时LCD 连理和半透半反是LCD大差不差 只是完全去掉了背光 另一个就是机哥开头提到的电子墨水瓶 这两个技术都可以靠自凉光来显示 也就不会有PWM调光和蓝光这些问题了 最近 电子墨水瓶的名气要更大一点 但快被大家遗忘的反射时 LCD也有卷土重来的势头 电子墨水瓶省电对比度高 阅读文字的体验已经无限接近于纸张 但是在色彩 刷新率 响应速度 使用寿命和触控体验上 反射时LCD有绝对的优势 毕竟 它再怎么说也是快LCD呢 当然了 显示效果肯定还是和主流技术有一定的差距 不过其实液晶面板制造商 也没有完全放弃这项技术 这几年还在申请相关的专利 甚至也有一些创新性的产品推出 机科简单给大家梳理了一下 还挺感慨的 半透半反液晶技术最早靠真阳光屏被大家吹爆 结果没几年就被新的IPS和RI直接干翻了 在手机上基本上算是凉凉了 谁能想到 现在靠护掩它又在另一个领域找到了生存的希望 其实吧 机科觉得时代在变化 很多技术其实并没有真的被淘汰 它们不过是在等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 就比如 算了 还是等大家来说吧